特征組今天持續查 二次金改和貶加之間的關係 還有資金的流向到底如何 今天是約談了四名證人 不過當中一名疑似是第一金控的高層 記者眼間觀察到 有一個人是穿著第一金控的制服 到底目前在現場的詳情如何 要連線記者劉士宜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記得持續守候在特征組 特征組持續徵辦貶加的後續洗錢案 以及二次金改案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是總共傳喚了四名洗錢案的證人 來到了說明 其中一男一女是已經先離開了特征組 而這名男子身穿白色外套 中年男子非常清楚的 他是第一金控的相關人 也就是可能是個高階主管或是什麼人 因為他今天可能是來講 有關二次金改的部分 另外一名女子則是穿著黑色套裝 也是已經離開了特征組 他們都是以證人的身份 已經遭到誓毀 我們看一下稍早他們兩人的訪問 請問您是那個金控業的高階警署嗎 不是 不是 那今天來作證的主要目的是 沒有 那主要供述是 你有方便加匯款嗎 是人頭帳戶嗎 你是人頭帳戶嗎 當然不是 不是 那今天主要來釐清什麼部分呢 可以簡單的搶一下嗎 好的 另外一名女子呢 則是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也已經離開特征組囉 接著詢問她是不是 扁家的人頭帳戶 或者是又是哪一家 金控業者的高階主管呢 我們來聽聽看她的訪問 請問是正人嗎 請問是正人嗎 還是人頭 不要開了好嗎 還是人頭 你們這樣打成我怎麼回家啊 可以簡單談一下嗎 您是哪一家金控業者呢 我都不是 那請問今天你是來釐清什麼部分 我來看朋友的可以嗎 是 有協助扁家洗錢嗎 還是說 好的我們可以聽到聲明 女子是不願意證實自己 今天來這個特征組 接受洗錢案證人的這身份 到底是來釐清什麼部分喔 並且是快速坐上計程車 就已經離開了特征組 而實際上呢 特征組可以說這一周是這個金控州喔 換句話說 就會找相關的金控業者的高階主管 來當然說明 而在之前的時候 就已經找過了財政部的相關官員 也找過相關金控業者的高階主管來說明 因此這本週還是以金控州為主 因此呢現在目前還有另外兩名洗錢案證人 還在裡頭接受檢察官訢問 隨時他們出來有最新的報導 再問你超過報導 把時間還給彭妮出播喔